陕西魏南蒲城县近万亩游用牡丹花 近期也迎春绽放 当地村民穿梭牡丹花海 采摘成熟的花瓣用于榨油 蒲城县自2017年开始种植游用牡丹花 目前已辐射周边五个村 每亩平均产值在4000元左右 种植游用牡丹提取护肤精油 给人们带来收益 同时村民们还可以土地入股分红 在园区务工 如今万亩牡丹花已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花